打個招呼 現場所有的貴賓朋友 媒體大哥們 大家好 繼續好 我想要先來問 想要剛剛一問完 所以心情帶著是非常幸福 然後走進有一種粉紅泡泡世界的感覺 尤其剛剛一路上樓梯 這樣一路走上來 我發現那個牆上面有許多很可愛的畫 然後仔細一看才發現 是我們的社長自己畫的 你注意的好細節喔 在牆上那個樓梯 如果你們等一下下去也可以看到 是 對 是Kuno桑自己畫 自己畫的 對 他的畫功非常的細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 有時候走進家店的時候 你可以從一些小細節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整個店 然後設計師他們多麼的用心 然後就很放心 把自己很重要的東西交給他們 是 所以真的就很像一個這個 為大家打造幸福正見 小精靈的氣息之地 對 對 而且真的你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希望每一個進來的朋友 都可以感受到獨一無二的幸福感 是 有這種感覺 有這種感覺 好 那我想呢這個 當然這一次有特別設計了一款對戒 是 是不是很期待 我其實很緊張 因為這個東西是我就是預備計畫很久的東西 是 然後這也是我第一次自己做這樣的飾品的設計 參與設計 參與設計 嗯 所以我非常緊張 我不知道完成品出來 對 對 對 等於他到現在都還沒有看過完成品 對 對 對 我們故意保留到等一下會大公開 好不好 不過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你這個參與發想的設計圖 可以 嗯 我當時 我先講我當時想要的感覺 就是 我覺得很有趣就是在跟設計師溝通的時候 真的是說一種心情 因為我們並不是主堡設計師 我們不會不知道該怎麼選擇那些就是細節的東西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這個設計圖 其實都是我告訴設計師我的心情 然後我想呈現的感覺 然後這些細節全部都是他們畫出來 他們非常厲害 對 上面是女生的 下面是先生的 對 是 因為我這次就是想要設計對戒 對戒 然後我想要呈現一個就是兩個人 因為結婚之後其實有一個不同的心境 就是原本都是一個人在外努力打拼 然後兩個人在一起之後 我覺得有一個家的感覺 是 所以 T 是 這邊其實有個 T 然後這個 T 是我先生的英文名字 Tong 對 然後這裡有個 C 其實上面那個 你的那個也有一個 C 對不對 都有 對 只是用不同的材質 是 對 這是銀色 C 就是 Chow Chow 的音色 C 是我 對 C 是 Chow 對 C 是我 然後 T 是他 然後用兩種不同的材質 我想要做 我那時候跟設計師講的心情是 我想用我們兩個人的英文字母 然後用不同的材質 拼在一起 就像拼圖一樣 是 然後當它拼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完整的家 對 因為拼圖永遠都會少一塊 就不完整了 對 一定要把它拼起來才是 對 人家都一定要在一起 在一起 欸 你現在在講整個就是 散發甜美的笑容 發自內心的幸福感 我很不想要閃 你知道 就是人家每次都會 沒有 但是我覺得幸福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讓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幸福的分威 才會更幸福好不好 是 是 是 所以當初就是有一個 兩個人結合在一起 就像拼圖拼在一起 才完整的概念 對 對 這是我一直很想跟我 我一直講我先生好害羞 因為我才剛結婚兩個月 跟 Tom 好啦 跟 Tom 跟 Tom 講說 就是很謝謝他 讓我的生命更完整 You come with me 對不對 對 就是這一句 You come with me So sweet 那我想問一下 在這整個發想的設計過程中 Tom 有參與嗎 他不知道 蛤 這是個秘密 對 他一直都不知道有這件事 是 因為其實結婚 剛剛好明天就是七夕情人節 是我們婚後遇到的第一個情人節 那因為我其實一直很想要感謝他 對於我長久以來的照顧 是 然後又讓我有生命更完整 有家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是我送給他的驚喜 哎呀 真的好慢喔 但是等一下大家都爆料了 他就會知道了 沒有 因為你們回去發稿什麼 還需要點時間 所以我等一下如果一切把他 手腳約出來 我回去要馬上送了 不然就沒有驚喜了 是是是 等一下手腳要快喔 是是 好不好 但是真的很感動 其實我們剛剛在私底下我們有聊 因為 老實說在溝通的過程中 然後你把你的idea告訴設計師 但是你對會做什麼樣的呈現 其實是很茫然的 他知道的 沒錯 對不對 是一種心情的轉達 是 但是收到那個設計圖的時候 真的會感動到馬上大哭 對 而且因為那時候 像我現在看到這邊 對還有一個字就是 soulmates 就是 那時候其實 對 我那時候其實也沒有特別想說 這個soulmates要怎麼擺 擺在戒指裡 但是我就是把我所有想法 因為在我覺得客製化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收穫最大的是自己 因為在整個你在發想的時候 等於你在一次談戀愛 我又要閃一下 就是我當初在發想這整個設計過程中 我就開始從頭想我跟他怎麼認識的 認識之後我們的相戀過程 然後結婚跟結婚兩個月後的現在的自己 然後我就越想越感動 然後我甚至有一度還紅了眼眶 他應該覺得莫名奇妙吧 他都不知道這些 是 我就默默一個人在旁邊 在電腦桌 我就想說用文字記錄下來 然後就有把一些比較重點文字 像是拼圖啊 然後我覺得你讓我更完整 跟soulmates都寫下來這樣 然後我就把我的心情 然後整個談戀愛到婚後的過程 然後告訴設計師 然後他們就可以用我現在的這種心情 然後去發想這樣的設計圖 我覺得真的非常厲害 然後真的很驚喜 對 然後因為我現在還沒有看到完成品 我不知道我等一下會有多驚喜 可是其實整個過程我已經收穫很多了 對 就是我們可能有想要表達的 我們就是要為每一個顧客 打造獨一無二的這個 幸福戰績 是 對不對 我已經很幸福了 然後他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給我什麼的慶祝 他平常是一個浪漫會表達的人 他平常是一個很務實的人 哈哈哈哈 沒有完蛋了 對 那接下來就你的生日了 對 沒錯 總要有點表達 所以我的計畫就是這樣 就是現在 在八月六號嘛 對 然後我送他親戚情人節禮物 然後我就看看月底我生日 他要怎麼回報我 哈哈哈哈 這也是我的計畫師 計畫之一 對 好 但是今天晚上先提前慶祝情人節 把這個這一屆交到他的手手 好浪漫喔 好期待 好緊張喔 你現在很緊張對不對 我現在很緊張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看這一屆了 可以看到他們了是不是 可以看到他們的本身 本身這個本部會如何呢 好好奇喔 我也剛也沒看到 我也好期待 好 來我們看一下正前方 那剛有提到呢 其實天空呢 我們有非常專業的這個 珠寶職人 還有珠寶設計師 以及呢我們三分鐘就可以把圖畫出來喔 非常非常迅速 台灣現在我們是受到這種 獨一無二的幸福氛圍 好我們再看一下左邊嗎 這邊看一下 剛才瞬間那個非常多的愛心射線發射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 來那個 哇好美喔 對界來讓我們的這個Maker朋友 好那自己戴 好也不能董事長幫你戴 真的是掩藏不住的笑意耶 綺麗的笑意耶 很綺麗的笑意耶 一下衣裳的照片 お願いします 好我們這個讓媒體朋友 可以捕捉一下 再往前一點點 再往前一點點 好謝謝 好我們看一下正前方 謝謝 還有氣質 是不是很開心 那也要跟所有的這個 媒體朋友來講一下 號召台灣的新人朋友們 都可以來這邊 對我覺得這次讓我非常 因為這真的是我第一次 體驗客製化的飾品 然後對接 然後這樣從一開始的發想 到拿到設計圖 到現在看到那個成品 驚喜不斷 對這個是我從來 不管從小到大 買過任何飾品以來 我沒有過這樣的感受 是 所以這真的非常感謝 KWNO 給我這次的機會 然後可以在台灣展店 讓所有的台灣喜歡飾品 或是即將結婚 或者是你們婚後像我這樣 想要擁有第一個信物 婚後很幸福的一個 兩個人彼此的信物的話 我覺得一定要來體驗一下 因為這整個過程是 很難 很難用言語去傳達 因為整個心情 然後很激動到 從一開始甜蜜 然後很激動 當然因為我是要給我先生 一個驚喜 但如果 兩個人可以一起討論的話 我覺得那又會是 另外一個體驗 是完全不一樣 對 然後會是 非常好的回憶 真的非常謝謝KWNO 真的太好了